厉害了进口真疫苗被打成假药,一家中国医院里的一个医护人员走过写有狂犬病疫苗介绍的宣传版,美联社长春长生生物公司疫苗生产记录造假狂犬病疫苗和小孩摆摆破疫苗出现问题。 但在舆论发酵之前,当地政府只是罚款了事但是,上海高院正在审理的这起疫苗版药审案,国外真疫苗,成了假药律师认为,未经批准的进口药,不应该作为刑法中假药罪的认定。 赞助商链接赞助商链接思维江与徐新两位律师,本周一7月23日在一份公开声明中称,日前几乎每个中国家长都在翻看自己小孩的接种疫苗记录。 原因是国内第二大疫苗生产公司长春长生生物公司疫苗生产记录造假狂犬病疫苗和小孩摆摆破疫苗出现问题。 但在舆论发酵之前,本该刑事处罚的事情,当地政府只是罚款了事。 与此相反,上海高院正在审理的这起疫苗版药审案,国外真疫苗成了假药刑法。 重拳打击,上海美华丁湘门诊部因为使用未经审批的进口疫苗,被判销受假药罪。 尽管疫苗药品抽检记录,检验结果单和辉瑞制药等公司出具的回函等书证都证明涉案疫苗不是假冒伪劣疫苗。 该声明还称光从结果来看无疑力不良反应,没有造成任何社会危害相反。 客户从中受益了据南方周末报道假药案第一倍,告郭乔被已销售假药罪,判刑,七年其他三名涉案者,也被判处四到六年不等本台记者。 周二致电思伟江律师,但始终无人接听徐新则对本台表示,他不便接受外媒采访。 不好意思,我不方便接受外媒采访。 谢谢你们,近十年中国山东、山西等地,曾发生多起疫苗事件。 官方虽然多次表示,会彻底调查,依法严惩肇事者,但始终未公开调查结果。 赞助商链接赞助商链接该声明呼吁刑法中对假药的认定,应该严格按照文艺和立法目的来解释。 对于药品管理法对假药的扩大认定,不应该作为刑法中假药罪的认定标准,及行政法上的标准,不得作为刑法的标准。 清华大学张宁街教授也注意到这个问题,他认为,未经批准进口的合格药品,必须排除在刑法第141条的假药之外。 关注疫苗案的刘淑庆律师,本周二,24日接受本台采访时称,我也赞成徐欣和思维江律师的意见。 一种药物的真假,应该看它的治疗效果,而不是依它有没有在中国注册。 经过中国药监部门的同意作为一个标准,销售优质的进口疫苗,会被定销售假药罪中国刑法,将认定假药的范围,交给了药品管理法代理律师认为,将真药认定为假药是不合理的。 而因为刑法第141条的规定,导致许多民众根本不知罪,而构成犯罪如同上海疫苗案里,多个被告人认为,他们最多是违反了海关规定,却不知道已经构成犯罪。 北京律师张凯发文称,2010年毒疫苗的受害人,到法院起诉法院不立案,受害人就到卫生部抗议,最后被拘留,于是提起行政诉讼。 但诉状到法院依然不立案张凯说,他和法官发生争执,最后被轰出法院。 张凯还称,2013年湖南,广东及四川,有4名婴儿注射已干疫苗后死亡,家属向医院提出索赔院方称,尚不能确定死因,与疫苗有关拒绝向家属提供补偿。 在山西毒疫苗事件中,唯一获得法院立案的尚采林打了三年官司,最终和疫苗厂家达成和解,协议厂家补偿10万元条件,是尚采林放弃诉讼和上访权利。